不过2012大选却已经逐渐升温 双英在政策上已经展开了攻防战 马总统上午公布了第二波黄金十年愿景 这回宣誓的是要打造公益社会联能政府 不过对手蔡英文却认为 黄金十年只是一再跟进民进党的政策罢了 他特别还提醒马总统 不要只是跟进 要去真正感受人民的需求 马相吴联手再出击 黄金十年国家愿景第二波 马总统亲自宣布要打造公益社会跟联能政府 首要目标就是缩小贫富差距 目前我们确实是东亚最低的 我们持续要努力的 就继续把这个差距能够减少 减少的方式不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 而是使得收入低的能够增加收入 我们可以确保未来五年 我们健保的费率不会调涨 而使得健保能有一段比较长的 稳定经营的这个时间 除了承诺五年内不再调涨健保费 打造公益社会部分 喊出均富共享 平安健康 服幼护老 族群和谐 居住正义跟性别平等等六项主轴 联能政府方面则聚焦在联政革新 以及效能要升 尤其是高房价 引发的民怨 马总统不敢小看 合一住宅社会住宅都会在未来一两年内正式的推出 同时不动产的交易要落实实价登陆的制度 我们希望在都会地区有百分之十 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社会住宅 而这个公共部门的房屋供给我们只租不卖 只租不卖 我们供给刚入社会的年轻人跟年轻人的家庭 还有我们的弱势者 除了居住正义 包括长期教父 增加国民所得 或者是提高生育率方面 双英的政策几乎都是大同小异 马英九总统一再地跟进我们的很多社会福利的政策 那我们 我们也认为是说 这是他肯定同时也接受民进党的政策 不是只是跟进政策主张而已 而是要确实地去感受到人民真正需求是什么 奉施马总统别再拿香跟拜 双英从政策到行程都一定要比个高下 明世纪文中文到 这几天 马总统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黄金十年愿景 不过2008年马总统所提出的633财经政策